好的 接下來呢要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東西 如果你去要裝進逛街的話呢 去買東西保證你一經過的時候 就直接看也不看就直接走掉了 因為它就是一個普通的面紙嘛 對不對 好的 請大家看到照片 你看這裡有各式各樣跟面紙有關的戰利品 有的是有企鵝圖案 有的是有小老鼠圖案的 那這些面紙有什麼特別的呢 買面紙何必到日本去呢 好 在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喔 在畫面的左手邊 那裡看似普通的面紙 但是仔細看一下它的英文 上面寫著Cashmere Cashmere是什麼意思 克什米爾 蛤 克什米爾 羊毛 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對不對 我查了一下 原來Cashmere 它這個名詞不必加羊毛兩個字 Cashmere它本身代表就是 克什米爾 羊毛的意思了 面紙 居然是用克什米爾羊毛做成的嗎 還是說它的觸感跟克什米爾一樣 接下來請大家看到右手邊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那個面紙 右手邊下面那個面紙 英文字比較清楚 Extra 就是 喔 Super Super它寫的是 Super Super High Quality 超級高質感面紙 這些面紙就面紙 何必做成這樣呢 原因是什麼 好 在這邊我們要告訴大家 因為你知道冬天到了 很多人都會在 打噴嚏對不對 那在日本其實有很多那個 花粉的影響 很多人都有花粉症很容易流鼻水 其實就連我自己本身啊 由於我鼻子有過敏的情形 所以每次一到換季 我的鼻子過敏打得是非常誇張 那個噴嚏是只要一壓到 就開始打二十幾個 打了二十幾個噴嚏怎麼辦呢 一定會流鼻水對不對 流了鼻水之後 你就要拿起衛生紙來擦 來醒鼻涕 一醒不得了了 你又壓到鼻子了 就開始狂打噴嚏 狂打噴嚏又流鼻水了 那怎麼辦 你就拿起衛生紙來 一醒鼻涕 又開始又要打噴嚏了 就這樣子 無止境地獄般的循環 所以每當我就是一到季節轉換 或是冬天感冒的時候 鼻子這邊都會粉粉的脫皮 就會有那個脫皮 就好醜好醜好醜喔 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貼心的姐姐 一一就幫她這個妹妹買了 這個很可愛的東西 仔細一看 它不是普通的面紙 它這裡寫個鼻 鼻子的鼻 專門給鼻子用的面紙 非常柔軟超可愛的 所以它有很多包裝 有的是小老鼠 有的看起來是 這小老鼠還有什麼 我姐說是雕 因為雕帽很軟 就是在北方的動物 毛都會長得特別的齊群 而且長得非常好 因為北方很冷 我姐說這是雕 那網路上有的人說 這個是北極熊 然後更是剛剛不同的說法 你看我光一拿到的時候 我覺得哇塞 你看我這樣輕輕壓 好軟喔 好可愛喔 然後整個就是這樣 滋滋滋滋滑滑的 好軟好軟喔 然後好吧 開始打開來了 你看就連它的 面紙外觀也好滑喔 無比的柔軟耶 我覺得 你知道 我們這一集介紹這個有點吃虧 因為大家摸不到 不知道它到底有多柔軟 但是呢 有用過的人 趕快給我個Give me five 快點 是不是真的很好用 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樣子拿出來喔 怎麼會這樣子 太柔軟了吧 你前所未有的柔軟耶 然後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覺得 這觸感是什麼 想了好多的形容詞 我的腦中就會有好多形容詞 軟 滑 我後來想到了 嫩 這個形容詞最能代表 這個面紙 你看喔 放在臉上 哇塞 超舒服的 超級柔軟耶 就 就這樣滑過去 一點都沒有粗糙的感覺 而且我甚至懷疑它裡面 是不是有加乳霜 但是覺得不可能啊 它又沒有濕濕滑滑的感覺 對了 有可能加在纖維裡面 怎麼會柔軟成這副德性啊 太可愛了吧 就像是你在用的 用的 東西就是 企鵝前面那片 白色的那個毛一樣 就啊 好舒服好柔軟 馬上就有想睡著的感覺 太可愛了 太不可思議了 比不思夜的水還不可思議 超級柔軟耶 所以讓大家以後 醒鼻涕的時候 就不再會有鼻子有脫皮的情形了 好的 那在這邊請大家看到一個日文字 鼻後面是什麼 這個就是明媛的意思 大家可以上網查一下 這個就是明媛的意思 打造明媛的鼻子 明媛給人家就是貴氣 皮膚很光滑 他們的鼻子是怎麼樣 都是像芭比娃娃一樣 細細的小小尖尖的那一種鼻子對不對 我印象中啊 我覺得明媛都是那種鼻子 所以它打造明媛鼻 這樣有沒有很可愛 那樣的鼻子 不會有那種醜醜粗糙脫皮的感覺 都是像那種明媛尖尖的那種鼻子有沒有 小小的像芭比娃娃一樣那種鼻子 好可愛喔 所以啊即使你去日本 你走在路上都可以拿到很多免費的面紙 根本不需要買 但是啊 還是有些面紙是必須特別去買的 因為他們的質地有 Super High Quality Cashmere Cashmere羊毛的質料 甚至有像這種 可愛刁毛動物般柔軟的觸感 大家都可以用一下 好的 那在這邊補充一下 為什麼我說 去日本幾乎出門不需要帶面紙 因為你只要經過那種電氣行 或是美妝材料行啊 在外面都會有類似Show Girl那種女生 穿著可愛的衣服 在那邊發面紙給你 所以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拿 那你拿了之後 如果你還想再拿的話怎麼辦呢 你從右邊走過去 你可以從左邊繞回來嗎 在這邊告訴大家 不行 因為他們很堅持 只發給就是這個方向的人 那如果你要走過來的話 你就只能跟對岸的人拿面紙 所以啊 如果你真的硬要跟他說 可不可以再給我一包 他們還是會很好 就是想嗯 好吧那再給你一包 只是他們給的時候 表情會有點尷尬 再給你 這時候你就知道 你做了有一點點失禮的事情了 好的 跟大家分享 依依從日本帶回來的戰利品 那依依從日本帶回來的東西 還有各式各樣不同的 比如說 會像是變魔術 像紙牌一樣跑出來的 那個綿綿之類的 還有很多好東西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配戀愛飄飄的網站上 見囉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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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